中国著名演员 粤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痛批戏曲节现状的消息 近日登上微博热搜榜首 并持续发酵 5月18日至24日 戏剧高评 内享中华 我们邦子大会在山西省高评市举行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8名邦子小演员报名 最终有来自11个戏种的20名小演员入围 粤剧名家胡美玲 粤剧名家何赛飞 琴枪名家李东乔 齐爱云等戏曲文化学者担任本次比赛评委 据大陆媒体报道 比赛中 来自山西吕良的近剧演员张军波演艺的清风亭 摄子 凭借沉稳的歌声和对人物细节情感的细腻把握呈现出非常成功的表演 但他在戏外的经历却很坎坷 主持人白燕生说起他的生活状况时一度哽咽 据主持人介绍 主持人在讲述张军波状况时一度眼含热泪 声音哽咽 他呼吁 担任评委的何赛飞听到这里眼泛泪光 他拿起话筒说道 这样的艺术家不保护 不赔与基本生存 给谁 他难掩激动之情 眼含热泪 言语哽咽道 你说为视野 我以中国戏曲坚守 哪有这么多包上的想法 他就是爱好 他喜欢 他从骨子里喜欢 我不知道这样的平台说这个话可能告诉人又要被听了 尽管何赛飞知道在言论逐渐收紧的中国大陆 他的犀利发言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 但他还是继续表达了个人看法 相关视频自5月21日起走红社交平台 不少网友被何赛飞的话打动 称赞何赛飞的演讲鼓舞人心 呼吁更多关注戏曲 确保文艺工作者的生存问题 有网友评论说 何赛飞和主持人都很不错 能在有能见度的平台不说假大控的话 说些老百姓人一听的真话 为自己的行业和专业发声 实在难得 这个视频真的是看哭了 因为现在的环境下 真正的好演员没有机会 好不容易崭露头角的 由于不听上级的话 而被打压被陷害 我知道的就有几个了 都是相当有名气的 在戏民眼中 何赛飞除了是电视剧演员之外 更出名的就是乐剧演员了 公开资料显示 何赛飞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周山市戴山县 1982年考入浙江省戴山乐剧团 1983年转入浙江小白花乐剧团 1999年毕业于浙江省艺术学校 进入影视圈后 其代表作品有 《大宅门大红灯笼高高挂》 《校庄逆时》等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5116-688-688-799-380-688-770-588-688-775-698-785-767-648-766-7救 direva伊伯砍